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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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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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云 将军我 生死 非生即死 别过来 让我烧了你 不要 敌人杰 现在你找到宝藏有没有 把这两军留下 就饶你们一条性命 敌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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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敌人 敌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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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有两条路 大大 这门叫生死门 这里摆着还有两条路 难道一条是生路 一条是死路 兰灵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是无人姑娘吗 吞心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到底要走哪条路啊 我走前面那条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 如果我没有回来的话 你们就走另一条 不行 不行 我们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不错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大大 墨云也是 还是我去吧 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心在这儿等着了 青森 青森 我跟你一起去 你们愿意跟我共生死 你们愿意跟我共生死 我只愿跟青子共生死 墨云 如果这里面有捏死我的温柔 你就销毁它 我如果没有回来 你就带着红金蓝领离开这里 好好照顾他们 好好照顾他们 青子 人家若能与你死在一起 也算无憾 沈初生 大大 沈初生 大大 问人家若能上 杀? 那可? 不放你 杀 杀 让我放我 杀 家若能够放我 杀 墨云 这里面的石门都关上了 他一定 他一定走进了死路 南宁 南宁 姐姐 南宁 南宁 姐姐 姐 看来 这条路是死路 落红尘 连给我们写遗书的纸笔都准备好了 这样也好 墨云他们一定选择了另一条路 逃出去活了下来 而我们 也终于打破了魔咒 什么魔咒 墨云说 每次我们见面 都注定是一场分离 你 现在好了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空姐 暗铃需要医治 我们得赶快出去 大大命令我要照顾你们 这是大大教育我的任务 墨云 必须要完成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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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难道这里是死路 墨云你看 这纸笔 是落红尘留给我们 写一言的吗 这样也好 大大和慕容姑娘 刚进去的那条路 可能是生路 或者那个生路 只能走一次 所以 才会有石墙落下 青子 难道这就是第六诀 什么也没用 什么也没用 难道说 有人来过这里 拿走了第六诀 或许这里并非是死路 不好 墨云他们是不是 已经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 这里绝非死路 这墨云和树岸上的一模一样 你们很可能放置第六诀 但现在 你们却是空的 你的意思是说 这里曾经有人来过 他把墨云里的东西拿走了 难道 大大走的那条 不许多 的确是死路 大大把你们交给我 墨云不能有负大大所托 一定要带你们出去 要是闪树生灾就好了 他最擅长的就是解密 他应该选这条路才是 这里的建筑风格 跟博士殿极为相似 很有可能 出去的方法 也跟着关系相关 请走 朕做点 我会找到出去的办法的 可我不想出去 我们两个还是会分开 如果出去 我们两个还是会分开 我宁可跟你死在一起 我不想被那个魔蛇 炸一辈子 我没有 Pey了 就在你 你没有觉得这里的空气 越来越稀红 呀 文静 你 文静 别招惹我 这里一定是死 你一定是要替你 但成绝望 怎么呼吸越来越困难 难道 难道这里是死路 兰玲还活着 红金 我要照顾你们 别说傻话了 一个男人 只能全心全意地照顾一个女人 希望 大大和慕容姑娘 出去后 能 能打破魔招 青森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你恨我吗 我怎么会恨你 我怎么会恨你 你还是要亡谷 我认识的那个青子 白天一起上身残药 我上一起饮酒 想喝醉吗 想喝醉吗 嗯 我 我地人家从未想到你会有没有什么东西 除了你 艾莎 你永远都是 永远都是我的亲子 好 不 看见你 您想死 您想死 王宇 王宇 我们不是决定在一起吗 现在能死在一块 也不错 可是 可我 为什么还是想 还想大大是吗 傻书生那么聪明 为什么最懂我心思的人 永远是你 如果是大大 他一定会想 骆红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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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如此设计这件密室 这观音箱 大大说过 是洛红尘的妻子 这书啊 这执笔 红尘六角 构思奇妙京军 恐怕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骆红尘耗尽一生心血 设计六局 一定给有我 如同我现在的绝望 生死门 活生活死 绝望而死 希望而生 绝处丰盛的希望 究竟是什么 人家 人家 这绝处丰盛的希望 究竟是什么呢 陆红尘希望妻子 能够明白自己 妻子满是柔情的目光 给了她莫大的鼓励 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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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我想到办法了 曼陵 你可知道我的心吗 好 清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清晨 天亮了 我的梦也该结束 我要走了 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就注定不可能在一起 舅舅为什么 难道我们一定要分开吗 大大 傻叔叔 大大 沐宇没有辜负你所托 将他们活着带出来了 只不过 兰玲伤得有些严重 没关系 咱们可以回家治好的 好兄弟 好墨玉 对了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兰玲受的伤 不仅会让她双目失眠 而且还会威胁生命 她现在受的是内伤 加速了剧毒 侵入五脏六伏的速度 所以才会如此虚弱 顾虽 悟虹姑娘 那怎么样才能一好难令 永恲 古虾 好啊 厚臣 背着我提前劫持亲子 去抢夺宝藏 好 若不是我派乐天去支援你 恐怕现在这六绝 都要落在敌人节手中 你是不是想背叛我 独吞宝藏 属下不敢 属下是怕敌人节节足先凳 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 敌人节只是打开宝藏大门 他并不知道 宝藏里还有什么机关 反倒是你 你聪明反辈 聪明误 这下好了 让敌人节进了生死门 清子 剩下的三样六绝 你可拿到了 回禀主上 我和敌人节 在密室之中找到木匣 但木匣是空的 很有可能被人提前拿走 至于另外两样 在墨鱼手中 清儿也无从知晓 恐怕是你故意成全敌人节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住口 他若要撒谎 他若要撒谎 就不会再回到这儿了 是不是啊 清子 是 你起来吧 昊晨我告诉你 我知道 你恨敌人节 但你给我记住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下次再没我的命令 擅自行动 我绝不会饶了你 是 多谢主上恩典 我们手上现在只有三绝 主上 我们手上现在只有三绝 今后该怎么办 清子 你告诉敌人节 兰陵没有救了吗 说了 说了 这就好 是 大大 我们只拿到 女为月极者荣 和捏死我的温柔 怎么办 我们没拿到能一不自一 我一定要找到乾隆王 可乾隆王来无影去无踪 身边还有那么多高手 或许有一个人 可以帮我们找到他 谁啊 林肖默 难道大大还在怀疑他吗 可是慕容姑娘被乾隆王所抓 说明他已经与此案无关 林大人还要被牵扯在内吗 我怀疑令肖默 不仅仅是因为慕容卿 莫远 你连夜把这封信送到长安盐大人府上 大大 你真的怀疑林肖默 你真的怀疑林肖默 清子在密室内问我 是否恨他 他宁可死都不想离开密室 我越来越觉得 之前的判断是对的 虽然林肖默疑点很多 但我只有肯定了这一点 才可以完全判断出 他是否与整件事情有关 还记得我们去周鬼君 有人挡开我的铁笔 救走了鬼君吗 记得 红金怀疑是慕容姑娘 可蓝灵却证明慕容姑娘 只离开了一个时辰 在这一个时辰内 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去到独鹿林 再返回来的 不错 那正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以为 只有一条小路 才可以通往独鹿林 难道还有别的路 能通往独鹿林 慕容姑娘 你看 这地图上飙着 迎日亭的旁边有一个箭头 可能就是通往独鹿林的 另一条路 而我怀疑在迎日亭旁边的 这条河上 本来有座木桥 慕容青可能走的就是这条路 这里离城门最紧 如此看来 往返一个时辰 根本不是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迎日亭 等我们去的时候 慕容已经被烧掉了 这一切也只是我的猜测 这箭头 也有可能是别的意思 大大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慕容姑娘呢 现在她已经离开了 不会再返回军营了 慕容 你把这封信送到严大人府上 要快 陈诚死后 灵霄目掌控兵权 情况危急 抓到她 可能是找到乾隆王的唯一线索 也是找到能一不自已的唯一线索 嗯 一 嗯 啊 啊 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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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狄大人 这位是 公布尚书闫立本大人 汴州驻军代统领林肖木 参见闫大人 林肖木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汴州驻军副统领林肖木 率其属下假冒鬼君搅乱军心 并设计杀死孔领陈征 罪大恶极 当斩立决 如若能供出同谋及幕后元凶 则可从轻发落 轻死 狄大人 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林大人 你就不要再演戏了 人家既然能请来皇上议职 必是有十足把握 林中闹鬼 不仅仅军心不稳 就连陈征的正规军 也集体感染了议症 却只有大人率领的 黑风寨弟兄没事 并代替了正规军 在独鹿林内职业 如此一来 你便更容易在那儿寻找宝藏了吧 陈大人不是已经畏罪自杀了吗 他留下打开宝藏的钥匙 无字天碑 正是说明了他才是要寻找宝藏的人 林大人 你是如何知道无字天碑 就是打开宝藏的钥匙的 谁告诉你的 没有人告诉我 我去过荒州 我见过那八块石头 无字天碑的大小 与石头缝隙的大小正好一致 这猜也能够猜得到 你为何要杀死陈大人 陈征是死在密室之内 我如何能够杀得了他 陈大人看似死在门窗紧闭 岂有侍卫守卫的密室 但那几个侍卫人家都认得 全是黑风寨的兄弟 他们为你说话 贼喊捉贼不足为奇 这密室根本就是你们串通好的 编造出来的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 可只不过都是 狄大人你的猜想罢了 大人可有确凿的证据 我用马蜂去捉拿鬼君 你手臂上被马蜂制药的痕迹 就是证据 还记得你在银耳亭 带人帮我移动试探 你当时说你手臂痒痒 我就开始怀疑你了 小狗兄 你手臂怎么了 啊 没什么 可能是今天吃坏了东西 所以有些不舒服罢了 为了捉拿鬼君 我特意弄来了这些马蜂 而且我还在花粉中下了毒 这些花粉加上马蜂的遮阳 便会令人疼痛搔痒的男人 且痕迹没有十天半个月 是无法退去的 你还有十二名士兵 想必现在都已经逃出军营治疗去了 只要对一对军中士兵的数目 便可知晓 兵不作望 汴州驻军 共有非正回军四十三人 刚刚本官已派人去查过军营 不用再报了 狄岩姐 你毕竟曾经对黑风战有恩 今日肖木落入你的手中 也绝对不会反抗 可是你又何必前去朝廷搬来救兵 将逆贼林肖木给我拿下 是 好 凌肖木 圣旨上说 如若你供出同伙以及幕后主流 便可从轻发落 乾隆王是谁 他在哪儿 我凌肖木既然已经发誓效忠乾隆王 又岂会背心弃义 要杀要果 西庭尊便 想让我出卖主上 休想 人家知道肖木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你曾参加过科举 只是受武遍案的牵连 才不得以落草为寇 人家知道你不会背叛你的主人 可你曾想过天下苍生吗 正是为了天下苍生 肖木才会效忠乾隆王 因为只有乾隆王 才能成为造福天下百姓的一代营君 虽然人家不知道这个乾隆王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令你如此信任 可是他为了得到天下不择手段 夺取人性命也再做不息 这是不争的事实 想必他拿到了捏死我的温柔 便会伤害到更多无辜人的性命 君子取物有道 单凭这一点 乾隆王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明君 大大也曾有恩于你 你还欠大大的恩情未报 这 他在法够手 他在法够手 你谁 你谁 我是狄仁杰啊 肖木兄 等等你不认识我了吗 狄仁杰 肖木兄 那我是谁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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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怎么了 我 难得是烧糊涂了 谁 疯掉了 一定是乾隆王给他吃了什么 让他疯掉 我是谁 什么也不记得 我是谁 我是谁 什么 林肖木竟然疯了 这乾隆王实在太狠毒了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让林肖木死尽塌地的跟着 你可知道 乾隆王 不知道 但我见过一个黑衣人 却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是什么样 此人武功极高 会用剑气 很可能便是当年杀死落秋山的那个人 依我看 那个黑衣人 很可能便是乾隆王 幸亏你们 没有让他们拿到捏死我的温柔 否则的话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人家 你又为大唐 立了一功 可是人家觉得 这好像只是一个开始 乾隆王的能力之大 势力之广 简直不敢想象 我已经找到了便州最好的大夫 替林肖木医病 希望可以一切顺利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事情的严重性 禀报给皇上 好 朝中还有事情 我不能再次救流 多谢大人帮忙 人家也要去看看兰陵的状况 清除人机 不能送大人出城了 送不送我无所谓 人家 你这个人 心里有百姓 也有别人 要想着 多保护自己 你 林肖木已经疯了 敌人节从他那儿 不会得到任何的线索 我 为什么不杀了他 清子 我在你心里 就是如此狠毒之人吗 林肖木与蒋浩尘不同 他没什么野心 对我也绝对忠心 所以我不想让他死 现在这么做 也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可他现在这样 跟死有什么区别 甚至生不如死 清子 我知道 其实 你宁愿死在生死门的密室里 也不愿回到这儿来 是吗 你说得对 这就是命运 这是命 敌人节是个聪明人 大唐有他 是百姓的福气 你放心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伤害他 可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清子做大事呢 就要懂得放弃 我知道 你呢 不愿意伤害敌人节 我也不愿意伤害他 我是你爹 我不愿意伤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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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 为父一定尽全力来弥补 但现在 你只能忍耐 你必须要忍耐 自个人 就在那些真正面子 你也不愿意伤害 你的身体 是你 Awful 想认为 帅人节 你别瞒我 你的身体 我的身体 到底怎么样 没事吧 你只是受了点内伤 调应一下就会好了 是啊 姐姐 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救我 不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能把你的眼睛治好 有人吗 来了 我去看看 给 大大 有人带信给我们 他 敌人杰 这世上只有能依不自依 才可以救兰陵的性命 若你想得到七日之内 拿捏死我的温柔来换取 乾隆王 信上醒了什么 没 没什么 你怎么了 魂不受射的 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呀 我不是说了没什么了吗 可能送错了吧 我出去一趟 你们照顾好兰陵啊 走 你去不要呀 你去有 Deixa 不少了 啊 你去吧 等下 远潜 你去你要不꼭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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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勇敢地坚持 我要跟着你一辈子 从生意之根到死 哪怕 再多 风雨清晰 依然 心靠着十字 风吹动 你温柔发丝 吹不乱你的 猛死 穿越过 千秋万世 吹不回天 至少没生意 不离不间 永在一起 我要跟着你一辈子 送上一只眼更似 只为那份 爱的真实 不忘 我的 心事 不忘 我的 我的 心事 心智